五年才又塞生一胎 不過OK啦 朱傑倫六年才出一張專輯 你這一胎比他快一點 困了又十一日出席 記者會依然是又美又 瘦文全看不出已經是三寶嗎 目前是姊姊比較有個性 因為她也來到了七歲 開始會有很多自己表達意見 然後也很聰明 她有時候會論出一些人生大道理 她要鋼琴展也要穿得很漂亮 她說對 你要穿這樣才會很漂亮什麼 她說我漂亮又不是給別人看的 她說對 是是 你看她給自己看就好這樣 然後覺得 就是自己被上了一課 進來地震平穿 昆琳也透露了當下和老公的第一反應 我們第一反應是各抓一個 那就是露一個 對啊 露一個 一個還在嬰兒床上 她會有她自己一套教小孩的模式 這是女生跟男生的不一樣 男生的就是比較 看開啊 隨性啊 然後媽媽就是比較擔心比較多 那她也會幫忙拍格 拍格會 所以拍格任務就是交給她的 對 如果她也有心愛的話 所以她其實普遍是睡死 但是通常嬰兒的聲音 她會比較敏感 但是因為要到泡奶 然後再餵奶到拍格的時候 時間比較久 然後你去泡 對 然後繼續睡 對 或是她有時候也會醒啊 她可能畢竟一個人醒 她會覺得太可憐 這我懂是不是 今年有機會要辦演唱會呢 對 那是在台灣嗎 應該在新加坡 那妳會帶著小朋友去嗎 我 應該會 現在都是一家人醒目 台灣粉絲表示羨慕啊